该断除盈日 立佛念佛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皆取向大涅槃 根本发能之妙心也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不仅是断除盈日 五欲都要断 尽量的把它坚信 不要刻意的去求 大臣经教里头 佛常常教我们 随远而不攀远 这就很好 这个意思就非常好 可是 为什么一般人放不下 我要吃饭 我要穿衣 我要住房子 你叫我多放下 我怎么生活 所以他就放不下了 那真正能帮助我们放下 实在讲 懂因果 你就敢放下了 英国入门的书 我觉得了凡思讯 好 对我们真正有帮助 了凡思讯 更给我们讲一个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说 夜银夜着 莫非前定 不是你 能赚到的 你能求到的 不是 命力注定的 命力的谁注定的呢 自己注定的 这佛讲得很好 余知前世因 今生受这事 你要晓得 你前世造的是什么因 这一生所受到的 就是 果报 余知来世果 今生做这事 这两句话要参透了 你就感受佛了 我真放下了 过去所造的一 这一生当中我承受 如果我没有做 饿死的那个业 我什么都不求啊 大概每天 还都有吃 有吃的 不会握着的 你说你命力 不是我死的命吗 那你不是动死的命的时候 你肯定有一副船 你着急着这干什么 过去身中做些什么 这一生当中 没有学佛之前 干些什么 要知道 学佛之后 我又干些什么 你要把这个东西 看清楚 搞明白了 你信就定 没学佛之前 不错 是造了一些我业 无知嘛 过去身中的习气 但是想想 自己真的还有善根 为什么呢 没害人的念头 别人伤害我 我还能原谅他 不跟他计较 这都是善根 这对于我们 这一生跟来生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修佛之后 懂得了 有没有 可不可以 我们的 这一生